接上集 听到恶鬼二字 我下意识地往后面看去 结果看到一个人影 站在我的身后 我揉揉的眼睛 那个人影又消失了 马甲田转身对我说 平春 再下个坑道 不管看到什么 你要记得 都是假的 我点头 马甲田的话 让我心里面踏实点了 他这么说 说明他是有办法 对付他们的 畜生到这个坑很大 我们要想到对面去 只能从旁边爬过去 如果不小心摔下去 那么只能被残大的虫子啃食掉 我们贴着洞壁 比较轻松地走过这个大坑 来到大坑这边 洞壁上明显光滑了很多 不仅如此 洞壁上还多了一些人工痕迹 走了不远 逐渐听到了水声 继续往前面走不到一百米 一座小石桥横在洞中 小石桥下方是一条黑漆漆的暗河 暗河的水很急深不见底 站好几米远 都能听到花花的声音 本来我们是想直接过河 马甲田手电一照 我猛然看到地上有一只布鞋 我把布鞋捡起来看 那鞋底的线 我一下就认出来 这是我妈做的 我妈那鞋底用的线 一向比别人都粗 所以这只鞋子 我才会一眼就看出来 它是我妈做的 我妈除了给我做鞋子 也会给小舅做 所以这只鞋子是小舅的 难道小舅真的在这个洞中 我呼吸急促起来 害怕见到小舅 又期待小舅最好不在这个洞中 但是现在这个鞋子出现 足以证明小舅百分百来过这个洞 小舅你千万不能有事 我心里面默默祈祷 走吧 到前面去 什么都清楚了 马甲田说 我把小舅的鞋子揣回兜里面 继续往前面走 照马甲田的说法 下面就应该是恶鬼道了 听到恶鬼道 我心里面还是很心虚的 见识了畜生道的恶心 我生怕恶鬼道 再是一些什么瘆人的东西 平春 你小心点 前面有点诡异 行 你在前面也小心点 马甲田走了不到50米 就停下来了 他用电筒罩在洞壁上 像是发现了什么 我连忙走向前 你看这上面画的是什么东西 马甲田指给我看 借助电筒光 我终于看清楚了上面的内容 洞壁上一共画了五个人 穿缩衣的人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缩衣怪人 剩下的也是一亭中的几个人 分别是两个嚼舌妇女 一个挑柴的侨夫 还有那个换鞋的人 把电筒给我 我说 马甲田就把手电筒递给我了 我用手电筒一照 这才看清楚 洞内通到洞壁上都画满了画 这些画 十分写实 人物栩栩如生 我从第一幅画开始看 直觉告诉我 看明白这些画 能解决我心中许多的困惑 第一幅画 是一个孤单的缩衣人 一个大雪纷飞的一天 提着鱼具出了门 他来到一个水库边 天空 雪正下的井 缩衣人身上很快落上一层白雪 他划船进水库 他在水库中待了很久 整个水库只有他一艘船 只有他一个人 到最后月亮出来了 他没钓到一条鱼 他起身准备回去 水库突然伸出一双手 把他拽进水库中 接着到最后一幅画 雨天 一个缩衣人 踩着鱼 走进一亭 后面的画风开始诡异了 每到下雨天 一亭都会出现 缩衣怪人 会在路过行人走进一亭后 紧随而来 雨亭 一亭消失 缩衣怪人消失 同样消失的还有躲雨的人 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岁月中 走进一亭的人 不计其数 同样他们都消失了 无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后面的几幅画 也是介绍他们的来历 缩衣怪人是在水库钓鱼死的 挑柴桥夫则是砍了一棵会流血的树 两个脚舌腹的生平 最让我毛骨悚然 他们把小孩骗回家中 做成胭脂米肉 最后一个换鞋的 话中描述 他是被老婆和奸夫 合谋害死 这几个人相同的地方 就是死的时候 都跟一个黑色的人影有关 这个黑色人影 从未露出真正面目 还有一点 他们这几人 对这个世界或多或少 都充满怨念 这几人死后 都相继进了一亭 我猜是黑影特意选择了他们 后来的岁月中 每逢下雨 一亭都会准时在荒野出现 那些无意中走进一亭躲雨的人 都一个个随着雨停 消失不见 接下来的话 越看越渗人 内容化的是 何年何月 有什么人进去一亭躲雨 小孩老翁等都有 平春 你发现没 这些躲雨的人 最后一幕都脱光衣服 马甲田说 我仔细看还真的是 这些人在最后一刻 都脱光了衣服 人生光溜溜的来 最后光溜溜的走 马甲田思索片刻 我感觉 这好像是一种祭祀 这些在一亭躲雨的人 好像都被献祭了 我觉得马甲田说的挺有道理的 因为在美妇化的最后 都有一个人 须飘飘的升上天空 若要说这个人是被害了 是不严谨的 我更倾向于 这五个人 引诱躲雨的路人 把他们献祭给了什么人 我认为是那个黑影 难道这个黑影是陈燕之 在我看来 不全是 陈燕之只跟长安村的人有仇 他没必要害那么多人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除了邪碎陈燕之 仙人洞中还有其他可怕的东西 这个可怕的东西 一直在诱惑人主动给他献祭 刹那间 我好像又懂了什么 罗德权做这一切 也是为了献祭 那么陈景韦可能也是献祭 乱啊乱啊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么在罗德权进入仙人洞后 村里莫名死人 可能是罗德权的阴谋 是他把村民献祭 给了洞内的什么东西 而陈景韦自杀 也是一种献祭的方式 目前我只能这么想 越看到后面 我越紧张 我在最后 发现了一幅画 看到这幅画 我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画上一个少年 牵了一个小孩 走进一庭 这不正是我和大舅吗 我仔细地端向这几幅画 往事再次浮现心头 我控制不住自己哭出了声 一听夺雨 从来不是假世界 也不是梦魇世界 而是我们在别人的画笔下 命运全凭作画人的一支笔 我们每个人都是画中的人物 突然我愣住了 画中除了我和大舅 五个人坏人 还有一个少年 除了这些人 还有两个人 看到这两个人 我瞬间贪婪在地 其中一个人拿着一挡烟枪 另外一个人 则背着手站在旁边 他们太显眼 以至于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可能 我心如死灰 感觉天旋地转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 是外祖父和老烟头 当日我和大舅在一亭中夺雨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在外面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全身发抖 咬紧牙关 外祖父就在一亭外面 他为何眼睁睁地看着大舅被献祭 为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 外祖父一直都是慈祥的 对大舅和小舅也是极其的疼爱 可是他为什么会眼睁睁地看着大舅被献祭 眼睁睁地看着大舅在他的面前死去 难道他为了给家人报仇 就算牺牲自己的儿子也在所不惜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我的胸口揪着疼 疼得差点晕死过去 我想起当初大舅在宗祠给我和小舅的暗示 小舅还以为他想指出谁是被附身的人 现在看来并不是 大舅是不甘心 不想走 红灯笼是给死人引路的 他是不甘心 他是想不通 世上哪有一个父亲 会献祭自己的儿子呢 马甲田一爷脸色煞白 他的心同样很疼 这种感同身受的画面 激起了他的回忆 当初他也是被老烟头献祭了 他开始还以为老烟头是为了长安村的人 现在看来 明显不是 他们是有目的地献祭自己的至亲骨肉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一切都是预谋好的 当初的十年之约 从来不是为了除血碎 都是为了献祭 我强忍着悲痛 看向最后一幅 这幅画 让我和马甲田都愣住了 画中竟然不再是一亭夺雨 而是两个人 走进了山洞 最新的话 竟是我哭着在看壁画 而在我们看画的同时 还有一个少年 正在后面看着我们 我倒吸一口凉气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马甲田也看懂了最后一幅画 我俩对视一眼 都看懂了对方的意思 我一个侧身 躲开 马甲田掏出剑 一剑刺向我背后 什么邪碎 我转身 一个身影从我和马甲田身边迅速窜了出去 马甲田提剑追了上去 我紧随他追了出去 我跑了一会儿 才发现自己和马甲田走散了 我来到了一个更大的洞穴 洞穴中 到处都是彩色金帆 所有布置像一个祭祀的场所 每块垂下来的金帆下 都挂着一个的竹子做的罐子 每个罐子上都写着一个人名 在洞的中央 是一个泥巴做的兽头人身像 兽头长满骨骑的流子 十分圣人 这是一个你神像 此时有一个人虔诚地跪在人像面前 再说什么 这个背影太熟悉了 他就是我无数次看见的那个少年 为什么我要不顾一切地再次来到长安村 除了找到小舅 主要还是这个少年 这八年我一直试图忘记这个事情 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除了他 梦中还有个小女孩 每次带着我 来到山洞前 每次我要跟他进去时 我耳边就响起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 让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慢慢朝跪在地上的少年走过去 他不断地喃喃自语 我只听见他的声音 听不见他说什么 在我快要靠近他的时候 我感到一阵眩晕 接着我看到眼前的人 头瘦身的女神像 开始出现重影 这种重影 好像能控制人的心智 接着我的耳边 不断有个声音在说话 他说 给我带更多的人来 带更多的人 我会保佑你 我会给你更多的力量 献上你的儿子女儿 献上你的父母 这种声音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回旋 我看着霓神像 明明知道他在诱惑我 明明知道他在慢慢使我失去神智 我还是忍不住要听从他的命令 这种声音 太有蛊惑性了 一瞬间 我甚至想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给他 就在我克制不住自己 想要臣服于他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被一股大力 推倒在地 我头上传来一阵疼痛 听到马甲田不断呼唤我 脑袋慢慢地清醒过来了 看到马甲田一脸着急地望着我 平春 现在怎么样 全身使不上镜 我说 先休息一下 你差点就失心疯了 我不是跟你说 要小心点 这洞里面什么都奇怪 马甲田说 我揉了揉太阳穴 意识也越来越清晰 这个洞太可怕了 还没进到真正的洞中心 就已经被里面的东西影响了心智 我对马甲田说 马甲田这洞里面有个泥神像 还是个恶神 马甲田看了四周 并未发现泥神像 泥神像在哪 我怎么没看到 你是怎么知道 我十分笃定 有泥神像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就能看到 他是一个人身瘦头的泥神像 就在刚才 我清晰地看到了他 还差点被他控制了 马甲田 我明白了 马甲田望着我 伸手在我额头上摸了摸 陈廷春 你是不是还没醒 你明白了什么 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泥神像 罗德权进来过 陈锦维进来过 他们进来后 都被泥神像控制了 这个泥神像很诡异 他会控制人的神智 你一直盯着他 他就能操控你的意识 这种操控 普通人根本克制不住 一切都跟我猜想的一样 罗德权从这里出去后 村里面之所以死人 是他被你神像控制了心智 陈锦维从这里出去 也被你神像控制了心智 马甲田 你知道陈锦维 为什么自杀吗 而且是毫不犹豫的自杀 马甲田盯着我 你说 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点 他发现了罗德权的秘密 知道了罗德权是被泥神像控制的傀儡 同时也知道罗德权杀了村里人 给你神像献祭 第二点 他自己也被你神像控制了 如果不自杀 他迟早要被你神像控制 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献给你神像做贡品 他不自杀 罗德权不会放过他 同时他的老婆孩子 也有危险 如果他自杀 这一切就都解决了 马甲田点头 听你这样说 我明白了 这一切的原因 可能都是这个恶神引起的 妈的 我非得砸碎他 此时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于是盯着马甲田 我觉得老烟头 也被你神像控制了 马甲田沉默一会点头 我同意你的看法 他把我献祭了 我叹了一口气 不仅老烟头 被你神像控制了 我祖爷也可能被你神像控制了 我看一眼马甲田 发现他的眼神 现在有点忧伤 当他知道自己当年被献祭 是因为老烟头不得已做出的事情 他对老烟头的恨 是不是会消退点 同时我也有个问题 马甲田自爆他被老烟头献祭过 那他当初又是怎么从洞内逃出去的 为什么他明明踩过石灰 却不留下脚印 一样洞内到处悬挂着五彩金帆 一个泥巴兽头人身像 高高地俯视着我和马甲田 马甲田吃惊喊道 平春 这里面还真有一句你神像 对 这就是那尊恶神 我说 马甲田此时却冷笑一声 妈的 丑八怪 一个像癞蛤蟆的怪物 这也能算仙人 一个恶鬼半神躲在这昏暗的洞中 害人无数 这样的东西 妄想成道果 我听了马甲田的话内心一惊 马甲田突然转身 用一种长辈看晚辈的眼神盯着我 什么鬼 我心想 马甲田瞥了一眼我 平春 我告诉你 我和你祖爷师出同门 老烟头说过 当初我外祖父一家 被陈燕之复仇时 眼看着家里要绝肿了 这个时候 一个叫山南道人的高人出现 就下了外祖父 照马甲田这么说 他被献祭后 也是被一个叫山南道人的高人搭救 为何这妖巧 山南道人 是什么人 怎么两次都在关键时刻出现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给你神像献祭后 会得到某种福报 就拿罗德权来说 没来洞中之前 家中一瓶如洗 进过洞后 给你神像献祭 他就开始飞黄腾打 也就是说 这个你神像 并不是一味的索取 他懂得回报供奉他的人 不过这种供奉 是活人 马甲田伸手揉了一下我的头 小子 我是为你祖爷和大舅报仇来了 我打开马甲田的手 有话好好说说 别碰我头 我一时间 竟然分不清 马甲田说的是真是假 马甲田道 平春你很聪明 罗德权 陈锦为 还有老烟头 都被这尊恶神控制了心智 但是你外祖父 没有被这尊恶神控制心智 那为什么我大舅死的时候 祖爷明明在一庭外面 他为什么不救 我问 马甲田哽咽道 你以为你看到的 就一定是真的吗 一庭是假的 那你祖爷就不能是假的吗 马甲田继续道 这个你神像 不是什么仙人 他只是一个全身上下 充满怨念的西院神 西院神的本尊 其实是明朝年间的一个恶道人 这个道人 坑蒙拐骗 做了很多坏事 后来被一清贯的道士 斩杀在乌龟山 当地人 害怕道士的鬼魂报仇 就开始给他立了塑像 供奉香火 直到清朝年间 当地县令得知这件事 觉得这么个坏东西 不配享用香火 于是让人捣碎他的神像 禁止任何人 供奉他 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偷偷地供奉他 原因是他不同于别的神 他是真的能满足信众的愿望 马甲田继续道 供奉他 也是有规矩的 要向他献祭贡品 贡品也分高低 献祭亲人 更能体现出虔诚 也会得到西院神的降神 我有些不明白 祥神是什么意思 马甲田道 祥神 就是得到西院神的神通 很多贪婪的人 为了利益 不惜把自己的亲人 当作贡品献祭给西院神 就是为了得到西院神的降神 不过 不是每个人 都能让西院神降神在他身上 这也看西院神的心情 可以说是随机吧 马甲田叹了一口气 被献祭的贡品 往往会产生极大的怨念 世上最深的怨恨 无非是亲人之间互相伤害 产生的怨 这个恶神扮成你祖爷 只是想让你大舅产生无尽的怨念 这些怨念 可以让他变得更强大 可他错了 他低估了你大舅的善良 你大舅就算死 也没恨你祖爷一点点 我听了这些话 满脸愕然 当初大舅是有多绝望 他一定看到了祖爷就在一亭外 他一定会想 自己的爸爸就在一亭外 他为什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去死 也许那一刻 他怀疑过祖爷对他的爱 也许那一刻 大舅也曾产生过怨恨 可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 用善良去拥抱这个世界 我哽咽落泪 大舅 你安息吧 祖爷 他还是我们最爱的那个祖爷 我想到了陈燕芝 那陈燕芝呢 他是人是鬼 不是人 也不是鬼 而是一个不人不鬼的东西 他把自己的亲妹妹 献祭给了西院神 西院神被他的前程打动 给他将神 让他获得了一部分力量 马甲田道 我死死地盯着马甲田 终于问出了一只想问的问题 那你呢 马甲田沉默片刻 你说的没错 我也是被他将神的人 我跟陈燕芝一样 是个不人不鬼的存在 正如我跟你说的一样 西院神他的将神是看心情 当初我爸把我献祭出去 最终西院神 并为将神给他 而是给了我 这种将神 违背天理 得到西院神的神通 同时也会成为他的傀儡 被他控制 成为为他服务的仆人 我很幸运 遇到了山南道人 若不是他 我也会变成一个 只会给他献祭傀儡 马甲田从包里拿出一根绳子 是一根画满符文的绳子 他把绳子的一头扔给我 平春 你把绳子拿紧 我上去把这个狗东西 捆起来 你要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把他从那个位置拉下来 砸了他的神像 于是我就握着绳子的这头 马甲田拿着绳子 朝西院神走去 很快他就爬上了 西院神的神台 他爬上去 用绳子给西院神绕了几圈 平春 你用力扯扯 我用力扯了扯回他 很紧 这个时候 我听见背后传来脚步声 我马上回头 就看见一个少年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他慢慢地朝我伸出手 我的身体 就被一股力量拖起来了 马甲田救 救 我 我害怕的大叫 而此时马甲田也自身难保 他被一股力量 紧紧束缚在西院神身上动弹不得 只能干着急 我被拖起来很高 至少距离地面四五米 这股拖着我的力量瞬间消失 我直接从高空中 摔了下来 骨头碎裂和疼痛感 传遍我全身 这个时候 少年盯着我 他的眼神极其的温柔 平春 好久不见啊 我等了你很久很久 我有些奇怪 我并不认识他 他为什么等了我很久 你就是陈燕之 我问他 他点头 我望着他 你已经杀了我祖父家二十几口人 也杀了我祖父 为什么你还不放过长安村的人 你是想他们都死 对吗 马甲田对我吼 平春 你对他说这些没用的 他已经不是人了 陈燕之煞白的脸 浮现一丝笑意 没有回答我的话 而是走过来 轻拂我的脸 死死盯着我 像是要把我看穿 他慢慢的道 我忘记了 你现在是转世了 已经不是罗战了 平春我告诉你 你上一世叫罗战 是我的好朋友罗战 我们都很讨厌罗德权 你还记得吗 你最喜欢朝罗德权屋顶上扔石头 我摇头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是平春 不是你说的罗战 我小就去哪里了 你为什么要害那么多人 陈燕之不说话 突然伸手放在我的天灵盖上 我想挣扎 挣扎不了 只听见他在我耳边说 平春 闭上眼睛 现在我让你记起一切 记起你是怎么来的 你说的那个小就 是我们的仇人 被他逃走了 平春闭上眼睛 我带你看看你的前世 让你知道你到底是谁 我疯狂的摇头 我不要 不要 陈燕之 我们才是敌人 我不认识你 你离我远远的 我恨你 你知道吗 你这个不人不鬼的怪物 我恨你 你喊我的大就 你还我祖爷 说着 说着 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陈燕之看到我如此模样 愣住了 他的眼神黯淡下去 接着自言自语道 我万万没想到 我爱的人都离我而去 平春 你告诉我 我们还是朋友 平春 我冷冷望着他 陈燕之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不懂 我不是你的朋友 永远不是 你是我的仇人 永远都是 你是 陈燕之抱着头吼 我永远不是 你杀我大就 你害了我祖爷 我们永远不是朋友 陈燕之沉默了 他望向我 眼神又变得平静起来 我忘记了 你转世了 你记不起我们的往事 也不怪你 但是你现在看到了 我们复仇了 我们一起复仇了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包括罗战 他是怎么冒出来的 我从未见过他 我不认识他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发现自己能动了 陈燕之解除了我的封印 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是不会放过的 我伸手握住包袱中的诺米剑 奔向他 他看到我走向他 眼神闪过一丝光亮 好像有所期待 而我直径走到他的跟前 把手中诺米剑顶近他的胸腔 血顺着剑流下来 他盯着我 光亮消失 出现诧异 接着又变成了释然的眼神 他望着我 那双清澈的眼睛 让人心疼 对不起 我低声哽咽 眼泪喷涌而出 剑鬼 我怎么会跟他说对不起 好奇怪 剑我哭 陈燕之突然笑了 他想拥抱我 也不管糯米剑 是不是插在他的身上 他直接朝我靠过来 糯米剑这下 完全的插进他的身体中了 并且还穿透了出来 马甲田这个时候 已经从泥神向下来了 他绕到陈燕之的身后 双脚压着他的肩膀 把他用力按压在地上 咬开自己的舌头 把血吐在他的脸上 陈燕之使劲挣扎了一会儿 马甲田又用自己的剑 使劲刺入他的胸部 直对着他的心脏 他终于没了气息 马甲田喘了气说 终于除掉了这个不人不鬼的东西 我背过身 悄悄抹掉自己的眼泪 陈燕之的身体 也在瞬间 萎靡下去 马甲田望了眼泥神像 平春 把绳子拉紧了 毁了这个恶神 我扯紧一根绳子 马甲田也扯紧一根绳子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感觉没用多大劲 眼前的悉悦神 就栽倒下来 这尊蛊惑人心的恶神 残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倒在地上的时候 只碎成了一坨烂泥巴 马甲田搬起石头 把碎成几块的悉悦神像 砸了个粉碎 砸完了泥像 马甲田说 现在该找他算账了 我当然知道 马甲田说的他是谁 他无非是老烟头 老烟头也是被蛊惑的 这些年来 他一直潜伏在长安村 把长安村的人 当作祭品献抵西悦神 想以此获得恶神的祥神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要想得到西悦神的力量 不仅要献祭的人心甘情愿 还要需要被献祭的人 和献祭人有直系的血缘关系 即使这样 西悦神也不一定会赐予献祭者力量 也只有陈燕芝这种 承受了如此多的苦难 失去了父母 失去了妹妹 最后把自己献给了西悦神 才获得了西悦神的将神 成了神在凡间的存在 但同时陈燕芝也失去了自己 彻底沦为西悦神的工具 成为他在人间挑选供品的傀儡人 我在洞中找了很久 并未发现小舅的痕迹 只能带着一只鞋遗憾地离开山洞 我们下了山 往长安村走去 远远的就听到了哭声 马甲田加快了步子 我也加快了脚步 到了村里面 才发现 老烟头死了 听说躺在床上 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马甲田站在老烟头尸体前 一言不发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申青 你爸死了 老烟头老伴抱着马甲田大哭 老烟头也被埋在了大张树下 祖爷和大舅坟旁 多了一座新坟 多了一个伴 让他去跟祖爷解释清楚吧 来时晴空万里 走时细雨萌萌 又到了回家的日子了 小舅依旧毫无消息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走的时候 跟老烟头老伴说 小舅哪一天回来 叫他给我回信 对于小舅的失踪 我有一个猜想 小舅应该没被西苑神蛊惑 否则陈燕之不会说 小舅逃走了 我认为小舅 进山洞知道事情真相后 去寻找山南道人了 他觉得只有山南道人 才能够真正消灭血碎 还有一点 是我始终不敢去想的 那就是小舅可能被老烟头杀害了 要不然老烟头为何隐瞒小舅的行踪 只是老烟头已经死掉 死人再也无法说话 马甲田说要在村里待一段时间 陪佩他妈 初秋将至 我爸来信 问能不能早点赶回去 国立师范学院的报名提前了 若是来不及报名 就会失去入学资格 可我想学医 我背着包袱埋头赶路 又看到那座一亭 我站着路边 远远的望着 朦胧中看到大舅在亭中朝我挥手 我含泪也举起手挥了挥 死去 不知何时再归 再见 待舅祖爷 再见 长安村 再见陈燕之 再见这个带着我无尽痛苦和爱的地方 在我路过乌龟山时 远远的看到一个人站在那 我心一紧 走向前 在我经过他时 我还是从他脸上 认出来他 是罗荣 华村叔的儿子 我没有跟他说话 准备与他擦肩而过 再见 我吃惊的转过头 他对我笑 举起手对我挥了挥 再见 平春 也许罗荣是为了活命才装傻的吧 也许他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些我已经无力去考究 于是 我也僵硬的举起手 机械式的挥了挥 我于天黑赶回了家 我妈见我只身一人回家 愣了愣 眼中的光亮 迅速暗淡了下去 我走向前 抱了抱我妈 他在我怀中失声痛哭 妈以后没家了 我也哭了 不知如何安慰他 明天要赶路坐火车 我妈说早点睡 我睡在小舅的房间 小舅的房间内 有块镜子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胡子都变长了 我也长大了 看着看着 我心里发麻起来了 外祖父说 镜子能照出不是人的脏东西 为什么我的眼睛 没有一点白 全是黑的 难道我也被戏院神降深了 我不敢去想 直接摔碎镜子 只有不去看他 才会相信 镜子中自己 依旧是自己 正闻完 翻外 我的前世和陈燕芝的关系 哎 妈 你干嘛呀 你别揪我耳朵 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 疼得我叫了出来 小兔崽子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跟你说了 不准玩水 女人大喊大叫 我心想 这人谁呀 我怎么叫他妈 我抬头仔细端向 眼前这张陌生女人的面孔 我光溜溜的 站在一条小河里 小崽子 还不快回去 这个女人手上哪里一根竹条 吓我 我这才记起什么 这个女人是我妈 我叫罗湛 我拿起地上的衣服 麻溜的套在身上 往家的方向跑去 我跑回家 直奔造房 揭开木盖子 里面有三个红薯 我拿了两个红薯 赶忙朝外面跑去 要是被我妈发现 我把家里的红薯 拿出去非得揍死我不可 这两年光景不好 家家户户没有余粮 全家人凑合过日子 村里好几户人家 为了吃的 都出村桃荒去了 我妈看到别人 去桃荒 她也要去 我爸见我妈老是闹 就带她到家后院 拨弄开地上干草给她看 这些红薯 够我们吃到明年开春了 这年代桃荒 到哪都是死 要死不如死在家里 我妈这才打消了 带我出去桃荒的想法 我揣着红薯 经过罗德权家的时候 我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 扔在她家的瓦房上 谁 找死是不是 罗德权家里看门的 就在屋内嚷嚷 我听到这个声音 立马就跑了 我绝不能被她逮到 罗德权家中的看门狗 肥头大 全村人都受成柴了 就她家个个是胖子 村里人都敬仰她 只有我讨厌他们家的人 我揣着两个红薯 跑得气喘吁吁 直到看到那两间 破旧的瓦房子 我就兴奋的大叫起来 燕芝 出来 我是罗战 过了一会儿 破房子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个少年 脸有点黄 又很白 眼眶有点点凹 他见我 用力挤出一丝笑 罗战 你怎么来了 我把手伸进兜里面 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 陈燕芝摇摇头 不知道 我把红薯拿出来 在她面前晃了晃 看看 这是什么 陈燕芝一双死气沉沉的眼睛 突然亮了起来 她接过红薯 喉姐上下滚动 又把红薯塞回我 你不怕你妈打你吗 你吃吧 我家里还有 我妈不知道 其实我内心 还是怕我妈揍 陈燕芝这才点点头 拿着红薯进了屋 我也跟着进去 床上还躺着一个人 是陈燕芝的妹妹妮儿 在睡觉 准确说 应该睡过晕了 在她们床边 摆着一个大的青花瓷碗 碗里面是煮熟的野菜 小妹 醒醒 陈燕芝叫了好几次 她妹妹没有醒 然后 她把红薯放到她的鼻子下 她闻着胃 就慢慢睁开眼了 陈燕芝高兴地 递给妹妹一个红薯 自己把另外一个红薯 掰开一半 留下半截 看着我盯着她 她不好意思说 这半截 我留着 等我妹半夜饿醒了 给她吃 我给她的两个红薯 本身就不大 她们几口就吃完了 但是她们吃得很满足 我眼睛胀胀的 把头扭到一边 我瞥了一眼桌子上 有了两个灵卫牌 是陈燕芝爸爸和妈妈的 他们两个人一死 陈燕芝和她妹妹 就成了没有爸妈的孩子 村里人都说 陈燕芝是因为进了仙人洞 被洞里面的人 降罪害死的 我无意听到我妈说 陈燕芝是被罗德权害死的 我相信我妈说的是对的 一定是罗德权 害死了陈燕芝的爸妈 所以我很讨厌罗德权 每次上完私塾回来 我就从外面 往她家房顶上扔石头 陈燕芝跟我一样大 我们一块长大 一起上私塾 她成绩很好 现在我妈不让我跟她玩了 说她家不干净 我只能背着我妈偷偷地跟她玩 我要走了 被我妈发现 她又要打我 我说陈燕芝点头 把我送到门口 我见周围没有人 拔腿往家里面跑 路过罗德权家时 我又捡起一块石头 朝她房顶上扔去 她家的那个肥头大耳的看门狗 又开始骂人 我溜进巷子 往回走 快到家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人 围在张屠夫家门口 我走近 听到他们说 仙人洞内人又发怒了 要不然张屠夫不会死 我想挤进去 一只手把我拎了出来 还不快回去 告诉你妈 仙人洞内人又发怒了 晚上不要出来瞎逛 仙人洞内人又发怒了 我听了后感到非常害怕 就把腿朝家里跑 我妈刚挑水回家 我把这些告诉我妈 我妈说她知道了 并且说 晚上不准再出门 万一碰到不干净的东西 到了晚上 我妈早早就把门关上了 我睡在阁楼上 阁楼上有个小窗子 刚好能看到陈燕之家 我心想 陈燕之应该不知道 仙人洞内人生气了 万一她晚上出来怎么办 我很想逃出去 给陈燕之通风报信 我妈把门关得很死 我有心无力 我就一直默默地盯着小窗子 直到盯泪睡着了 到了半夜 我被一阵鞭炮声吵醒 听到有人在吟唱什么歌 鞭炮是在陈燕之家那边传来的 一股强烈的不安感 笼罩我全身 我十分难受 就跟无数蚂蚁在心口咬 痒痒难耐 我偷偷爬下阁楼 溜了出去 去给陈燕之报信 我直奔陈燕之家 快到她家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她家聚集了很多人 罗德权也在 村里几个有威望的老人也在 另外还有十几个年轻人 我被这个阵挡吓到了 不敢向前 于是我就躲在一个泥巴墙后面 我看到大家 把陈燕之和她妹妹绑起来 他们都在哭 有人在他们脸上画了什么 就跟唱戏的一样 我吓得全身发抖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们就敲锣打鼓 把陈燕之和她妹妹 抬上了山 我偷偷溜回家 我妈还在睡觉 她没发现我出去了 我关好门 重新爬上阁楼 我从窗子上看过去 发现那些光 是在朝乌龟山那边走 我全身发抖 很想哭出来 挤不出眼泪 第二日 我隐约听到我妈说 罗德权把陈燕之兄妹 关进仙人洞去了 村里人私下说 罗德权把陈燕之兄妹 献给了洞里面的人 长安村以后不会死人了 这几天 我根本无心读书 先生教我读三字经签字文 我都懒得学 我心中一直在想 陈燕之和她妹妹 到了第五日下午 天开始下雨 我心里面更难受了 陈燕之和她妹妹 已经被关进仙人洞五天了 我很想偷偷溜出去 我妈不让我出去 时刻盯着我 雨一直下了十天 是老天在哭 陈燕之和她妹妹 已经被关进仙人洞十五天了 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我每天都想着他们 每晚透过阁楼的小窗子 望着乌龟山 我终于忍不住了 趁我妈不注意 我用布袋 装了整整一袋子红薯 往乌龟山跑去 一直听说乌龟山有个仙人洞 罗德权跟村里人说 谁都不许进乌龟山 更不准进仙人洞 自从陈景为进了仙人洞后 村里发生了那么多死人的事情 已经没人打仙人洞的主意了 我这次是为了给关在仙人洞的 陈燕之和她妹妹送吃的 下了十天雨 有半个月了 陈燕之和她妹妹还活着吗 我不敢去想 风很急 又下雨 我全身湿透了 好几次摔在泥坑中 路上全是那泥巴 他们吸着我的脚 好像不让我去乌龟山 我一口气跑到乌龟山 毫不犹豫地扎进仙人洞 想起罗德权说仙人洞有多可怕 我只能硬着头皮走进洞中 每走一步 我都在瑟瑟发抖 走了许久 我看到了陈燕之 她跪在一个瘦头人像面前 不断地磕头 陈燕之 我是罗战 我小心翼翼叫她 陈燕之听了我的话 默默地转过身 我被她的模样 吓到后退了几步 只见她的腿上和手上 好几个血淋淋的坑 坑中露出骨头了 好像有人把她身上的肉啃走了 尼尔 她人呢 我问她 她不回我 于是我跑上前 在神台下 找到了尼尔 我看到尼尔的第一眼 没忍住恶心 直接吐了出来 还有一块已经发黑的肉 我被这一幕吓蒙了 我不敢相信 也不想相信 我连忙从怀里掏出 一个红薯 塞到陈燕之的手上 燕之 你吃 吃了这个红薯 我这里还有 我把袋子中的红薯 拿给她看 吃完红薯 我们出去 我喊着她的名字 她好像听不见一样 她的那双清澈的眼睛 不知什么时候 变成了全黑 瞳孔的黑和眼白融合在了一起 她好像不是陈燕之 眼神麻木 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 老人说 这是被上身了 中鬼了 我试图把她叫醒 我怎么都叫不醒她 我拉她的手 想把她拉走 就突然感觉胸口一疼 我低头一看 她的手已经用力 从我的胸口插进去了 燕之 我疼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叫她的名字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口水不断地从嘴角流下来 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血 后来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大哭 有人叫着我的名字 好像是陈燕之在大哭 我想叫她不要哭 喉咙就被掐着一样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后来她不哭了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想她复活吗 想你妹妹复活吗 把自己献祭给我 我赐给你力量 我让你永远地活下去 等着他们归来 我看不见 也说不出话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的事情 我试图去阻止陈燕之 一切都是徒劳 之后我就跟个旁观者一样 我看到陈燕之被一股力量驼服起来 一团黑雾包裹着她 我想叫她 喉咙堵得死死的 再后来 黑雾消失 我看到陈燕之出现在荒野上 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个疫情 缩衣怪人 嚼舌妇人 侨夫 换邪者 都恭恭敬敬地跪在她面前 她已经成了恶神的代言人 把一个个路过的生命 献祭给夕验神 有时候她出现在一平 有时候她出现在长安村内 更多的时候 她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乌龟山那块大石头上 跟石头一样坐上几天几夜 陈燕之 陈燕之 我喊她 皆没有应答 我只能无助地哭 我的好朋友陈燕之 宝子们 全文完